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候女竹应该说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来看 对我来说就是说冠亚军的这个意义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这种女竹这个项目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这个是我最终身难忘的 手牵手在一起永远是我们在踢球 我们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 中国女竹外队主要的两个选 可以大家带来这张情报 那么整体来讲都会围绕着世界杯做一个比赛 卡麦龙呢针对的就是南非 那么俄罗斯呢针对于德国 这些都是为了世界杯做准备 针对小组的比赛 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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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球場上是踢前鋒的 應該算是箭頭吧 教練也喜歡叫我狗山 因為畢竟是那種場上的那種門前的嗅覺 就跟狗一樣 然後牠就這樣找樂然後就叫了 王山山問下了上半場象徵的影響 王莊在下半場替國登場 王莊隨後開出羊群 黑衣服風行山山 從小溪後退出羊群 看這球有了 走過來 來進去 快看 連進去的大門球進了 真是我喜歡王莊 我知道山山這個球能拿住 所謂的團隊族群 就是在場上所體現出的 即戰術上的一些追求 知道自己位置的職責 自身的優勢能夠表現出來最重要 你把他紫的 你把對手當成西班牙隊 那你這個綠的呢 你就把紫的 當成南隊 或者當成德國隊 那你在和他們比賽的時候 就你現在這個節奏 你拿球一停二看三通過 你和這些對手打可不可以 世界杯的節奏會比較更困 好,走吧 我們想要呈現的就是團隊組球 這是我們覺得這個隊伍的一個靈魂 就是靠一個大家,一個整體去做一件事情 後衛來說的話更主要的就是做好防守 組織好整個團隊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可以去指揮大家 又作為隊長的話 在這個位置上可能就是 希望可以把整個隊伍串聯起來 就是給他們更多的呼應 更多的鼓勵 我們十一個人為了同一個目標 我們就是為了要贏 發點球每個人都是包在一起的 真的 就是一場比賽 雖然它可能無關乎生死 但我覺得就是同生死 共命運的感覺 在今年世界杯的一個分組上 正好是面對了兩個來自於歐洲 一直來自於非洲南非 本身卡麥龍和南非 整個的一個接種打法 就非常的接近 所以說找到了像卡麥龍 這樣的一個對手的時候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在 這樣一個世界杯到來之前 尋找到一些比賽的狀態 2、2、3、2、3、2、3 2019年 武漢國際女卒錦標賽決賽 中國女卒在主場 一戰他麥龍女儀 然後他也能夠不斷利用速度 乘積中國隊進去 剛剛開場 這次在外面的遠射打的質量 還是非常高的 一個貼地戰 但是畢孝林是及時的倒地側鋪 把球拖了出去 球隊員是最後一道防線 我覺得這個位置 就是不能容忍你 有一點的失誤 如果前鋒失誤了 你看後面還有後輩 後輩失誤了 後面可能還有守門員 如果守門員失誤的話 就沒有人能救這個球 這次大聲炮 看看郭亞昌的速度 中路的三點包潮 這次傳到中路 五一三點 球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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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39分鐘中國隊停車的 王山勝的金球 是心法頭籌取得的領先 小的時候我是99年 看了中國女族的那場比賽 我那時候才十歲 我看到那個場面 我覺得對我心裡會有觸動 雖然我那個時候還沒踢球 然後是後來的時候 有一次我爸問我想要一個什麼 然後我就想要個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被什麼東西吸引了 我說不出來 但是我好像被一種精神的力量 我希望我們可以傳承他們的東西 繼續發揚光大 然後也有自己想要去展現的東西 期望越大 壓力就越大 老師在給我們灌輸老女族的精神 而我們現在這一批年輕的球員 可能說對我們來說不太公平 但你就是得不斷地去超越 和打破這個城底 你才會被所有人給記住 把一個坑牆每個叫的一個東西 強加在他們身上 不屬於這個時代身上 其實對他們來說我覺得 一個可能會無形當中增加一些壓力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 環境都不一樣 他們應該活動他們自己的精彩 再放他們自己的特質 然後又有一個新的名字 這才是一個時代必須要有的 這才的進步 世界盃對我來說應該是 可能是最後一屆 也可能就是羨慕戰吧 世界盃對我來說都是一個舞台吧 世界盃對我來說意味著夢想 我的夢想可能就是希望把這一次打賽打好 然後再想下一項目 我們還是真的挺感動的 因為本身就是大家的關注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人在支持我們 沒有任何回報的支持 就像我們女族來說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很想要去表現自己 然後我們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 去讓更多的人能夠喜歡足球 讓更多的女孩子可以來踢球 多漂亮 很漂亮 有那麼好啊 你們三個夠四 五 六 漂亮 好啊 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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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看 完成了 Honduras 我現在怎麼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